这段影片会示范,如果我们在报名途中或结束的时候,这个班已经压满的情况下,在我们的Google表单里面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? 现在再进入另一笔,假设我们已经压满的情况了 大家会看到,最后会看到关于压满,凌选其他班次的描述 这就会代表这次的报名是不成功的,家长就需要选择另一些适合的班次去继续报名